下面这一段 妙永自在 这就是落 极落从哪里来的 妙永自在就极落了 这里都分两小段 第一个小段 受永自在 他说享受我 我们这个时间 我见过不少富贵人 不自在 富 永有一万财富 他自不自在 每一天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 这就说这就不自在 财产是多啊 太多了啊 心里放不下了 七心动念 无量的烦恼 患得患失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他有所取 反复 那个无子改成个有子 借由失去 他就不自在了 这极乐菩萨庙就庙在那 他无失去 我们常说的 没有占有的念头 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分配的念头 他打打打斜 他这三种念头叫他 日夜身心崩安 那为什么 他要占有 他能占有得了吗 占有不了 到最后 连这个身体也不能占有 身体死亡了 还有什么 他能占有 他不知道我 他想控制 也是得不到我 心情能占有能控制 是个缘分 这个缘分 确定不是你能掌握到的 是假的 佛在经常说的好 缘具则行 缘散则灭 一切法是生灭法了 都在缘分上 缘是不定的 一定要认识清楚